欢迎大家收看洛杉矶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泰勒、斯维夫特与塞琳娜、戈麦斯和索菲、特纳一起享受夜晚外出 南加州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和圣诺大学都有可能解雇表现不佳的协调员 有些房屋正在建造中以抵御飓风并大幅减少排放 在蒙大拿州,一个小镇试图让熊变得聪明 乔、拜登、麦克、约翰逊关系内幕 问候、简报和对外援助的冲突 请大家收看 泰勒、斯维夫特与塞琳娜、戈麦斯和索菲、特纳一起享受夜晚外出 英国独立报 泰勒、斯维夫特被看到与朋友一起在纽约市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其中包括索菲、特纳和塞琳娜、戈麦斯 这个团队被发现离开了一家受欢迎的日本融合餐厅 看起来心情很好 斯维夫特被拍到与戈麦斯挽着胳膊 与NFL球员帕特里克、马霍姆斯的妻子布兰迪、马霍姆斯牵着手 特纳和卡拉、迪瓦伊也在场 据报道 斯维夫特最近一直陪伴特纳 支持他度过离婚期 斯维夫特和马霍姆斯可能因为共同喜爱堪萨斯成球长队而建立了联系 斯维夫特最近凭借他的音乐和表演成为亿万富翁 他的音乐会电影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音乐会电影 他计划在11月份开始南美巡回演唱会 南加州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和圣努大学都有可能解雇表现不佳的协调员 雅虎、南加州大学USC、俄克拉荷马大学、Okohoma和圣努大学Notre Dame的进攻协调员都遭遇了表现不佳的打击 球迷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泄他们的不满 有些人甚至呼吁立即解雇他们 特别是南加州大学的亚历克斯、格林奇、Alex Grinch 他在本赛季负有重要责任 但却多次导致球队失利 因此他受到了球迷们的抨击 他们要求解雇他 格林奇的防守让华盛顿队得到了52分 导致南加州大学无缘夺得Pog12冠军 有些房屋正在建造中 以抵御飓风并大幅减少排放 美联社 一些开发商正在建造能够抵御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的住宅 这些住宅也更加环保 由于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得非常紧密 高风无法从下面吹进来 因此清洁能源可以在风暴中幸存下来 保护湿地和本地植被可以将碳固定在地下 减少洪水的风险 回收利用或先进的建筑材料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制造新材料的需求 建筑物每年排放的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到总量的38% 碳污染来自于供电设备如灯光和空调以及制造建筑材料如混凝土和钢材 Delta是一家建造了一座住宅的公司 该公司表示 在过去30年中 他们建造的近1400座住宅中 只有一座住宅在飓风强风中遭受了结构损坏 首席执行官史蒂夫·林顿表示 该公司认为抗灾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 其他公司正在开发整个社区 这些社区既能抵御飓风 又能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低于平均水平 在蒙大拿州 一个小镇试图让熊变得聪明 彭博社 蒙大拿州米苏拉市正在努力应对熊与人类之间日益严重的冲突 黑熊一直在闯入汽车和房屋 在无家可归者营地中翻找 并在垃圾中寻找食物 米苏拉县的人口正在增加 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14% 达到13万8千人 随着熊国的发展 栖息地变得支离破碎 导致冲突 该地区近一半的熊与人类冲突是由垃圾造成的 其次是喂鸟器 后院机和宠物食品 米苏拉市已经实施了卫生部门的规定 将增加所谓的熊缓冲区的规模 要求垃圾运输公司 为居民提供防熊垃圾桶 扩建将在三年内分阶段进行 新集装箱的成本将转嫁给消费者 新法规将监管垃圾的责任 从动物控制官员转移到垃圾运输者 该市控制黑熊的努力 被视为防止未来灰熊冲突的试验案例 乔·拜登·麦克 约翰逊关系内幕 问候、简报和对外援助的冲突 美联社 在白宫情报室内 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克 约翰逊向拜登政府官员明确了他对外国援助的要求 支持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的援助 必须与支持乌克兰抵俄罗斯入侵的援助分开 据了解10月26日简报会议的知情人士透露 约翰逊立即遭到了反对 日会的民主党议员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和白宫预算主管沙兰达 扬向约翰逊明确表示反对分割援助 这些知情人士表示 甚至有些共和党众议员也表示不同一心一掌的立场 纽约民主党众议员格雷·戈里·尼克斯表示 他在一定程度上在倾听 但他也在提出许多Mega共和党人的观点 而不是从一个将国会团结起来 引领我们向更好方向发展的角度 米克斯参加了白宫简报会议 罗伯特、德尼罗的法庭站揭开了名人助理的面纱 未报 演员罗伯特、德尼罗和他的前助理格雷厄姆、切斯 罗宾逊之间的法律纠纷揭示了名人助理的工作条件 德尼罗起诉罗宾逊归还600万美元和500万达美航空常客里程 声称他忽视了职责并滥用了费用特权 作为回应 罗宾逊提起反诉 声称工作环境有毒 并寻求1200万美元的赔偿 这个案件揭露了德尼罗和他的伴侣蒂凡尼 陈的个人细节 陪审团听到了德尼罗在与罗宾逊通电话时 小便并称呼他贬义词的指控 陈还形容罗宾逊为精神病和恶毒的婊子 这个案件已经进行了四年 凸显了高财富家庭雇员缺乏书面规定的问题 以及确保非有毒工作环境需要明确的工作描述 类似的纠纷还涉及杰夫、贝索斯、詹妮福、洛佩兹 和金、卡戴山等名人的家庭工作人员 名人个人助理网络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 丹尼尔表示 工作描述问题是名人助理行业最大的问题 丹尼尔强调了雇主和雇人之间的开放沟通的重要性 以避免潜在冲突并确保健康的工作环境 Courtney Kardashian与Travis Barker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英国独立报 据报道 库尔特尼、卡戴山与丈夫特拉维斯、巴克尔首次迎来了他们的孩子 有传言称 这个孩子是在11月4日星期六在洛杉矶出生的 这对夫妇今年早些时候结婚 他们在One Life One Chance with Toby Moss伯克的一集中透露 他们计划给儿子取名为洛基、索尔特、巴克尔 卡戴山与前伴侣斯科特、迪西克有三个孩子 而巴克尔与前妻山大、莫克勒有两个孩子 卡戴山最近对医生表示感激 因为孩子需要紧急胎儿手术 医生挽救了孩子的生命 ESPN在第十周后更新了大学橄榄球实力排名 雅虎 乔治亚大学野狼队、密歇根大学狼队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在米诺尔队是ESPN最新大学橄榄球实力排名的前三名 这些排名是在大学橄榄球赛季中一周的颠覆和激烈竞争之后更新的 乔治亚大学以完美的九胜零负的战绩结束了对阵密苏里大学的比赛 而密歇根大学也以九胜零负的战绩保持着不败记录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以九胜零负的战绩在赛季初击败了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排名前十的还有俄亥俄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俄勒冈大学、德克萨斯大学、阿拉巴马大学、密西西比大学和圣武大学 西雅图海英队对阵巴尔迪摩乌亚队的促销代码、赔率和投注线路 网络服务BAT365正在提供一项促销活动 允许新用户获得1000美元的免费投注 此外,BATMGM为新用户提供高达1500美元的免费投注 而CISER Sportsbook将为新用户提供1000美元的免费投注 西雅图海英队将在NFL赛季第九周与巴尔迪摩乌鸦队比赛 粉丝们心碎了,因为老有季演员们参加了马修、佩里的葬礼 英国独立报 老有季情景喜剧的演员们在演员Matthew Perry的葬礼上重剧 他饰演的Chanler并在10月28日去世,享年54岁 他的合作演员Jennifer Aniston、Courtney Copps、Lisa Kudrow、Matt LeBlanc和David Schremer发表了一份声明 表达了他们对这次损失的悲伤 Perry曾公开谈论自己与成瘾的斗争 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希望能因帮助其他有同样问题的人而被人记住 以他的名字成立了一家基金会,支持那些正在应对成瘾问题的人们 在华盛顿大学在对阵南加州大学的比赛中取得经典胜利后 迪隆、约翰逊和迈克尔、佩尼克斯、朱尔回归PoC12网络 雅虎 华盛顿州的学生运动员Dylan Johnson和Michael Pennix Jr.在华盛顿大学橄榄球队Huskies以52-42的比分 击败南加州大学USC后出现在PoC12 Network上 球迷们可以通过下载PoC12 Network适用于iOS、Android和Apple TV来关注本赛季的PoC12橄榄球赛事 洛杉矶将面对迈阿密,希望结束课场连败记录 美联社 洛杉矶胡人队将在周一的比赛中面对迈阿密热火队 胡人队将努力结束他们在课场的三连败 上的赛季,麦阿密队的战绩是44胜38负,对手平均每场得分109.8分 胡人队的战绩是43胜39负,平均每场10分116.6分 两支球队都有球员因伤势而被列为日常观察 加利福尼亚人打赌种植龙蛇篮用于制作烈酒 这是应对钢旱和地下水限制的关键 美联社 加利福尼亚的农民越来越多地种植龙蛇篮植物 以便收获并用于制作龙蛇篮和美斯卡尔等烈酒 这一趋势是由于需要寻找耗水更少的作物 以及对高级酒精饮料的需求不断增加 龙蛇篮是一种耐旱的植物 对最少的水源生长得很好 这使其成为面临地下水抽取限制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气候模式变化的农民们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加利福尼亚正在采取措施保护其新兴的龙蛇篮烈酒产业 去年颁布了一项法律 要求加利福尼亚龙蛇篮烈酒只能使用在该州种植的植物制作 且不能添加任何添加剂 此外 十几个种植者和几个蒸馏商还组成了加利福尼亚龙蛇篮委员会 该组织自去年以来已经扩大了两倍 该组织旨在推广该行业并确保在加利福尼亚生产的龙蛇篮烈酒的质量 虽然龙蛇篮在该州尚未大规模种植 但对这种作物的兴趣 在寻找节水替代传统作物的农民中不断增长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124比114战胜布鲁克林蓝网队 延续了他们的不败记录 英国独立报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124比114战胜布鲁克林蓝网队 保持不败 尽管在半场落后蓝网队在第四节发起了反击 但凯尔特人队最终能够坚持到胜利 费城76人队凭借凯文 杜兰特的31分努力以112比100击败菲尼克斯太阳队 奥兰多魔术队以120比101战胜洛杉矶湖人队 延续了他们令人惊讶的赛季开局 夏洛特黄蜂队以125比124战胜印第安纳步行者队 结束了连续三场实力 丹佛绝金队以123比101战胜芝哥公牛队 休斯顿火箭队 亚特兰大老鹰队和明尼苏达森林郎队 也赢得了各自的比赛 约翰逊在第五名华盛顿队以52-42的高分胜利 击败第24名南加州队的比赛中跑了256码 打进4个touchdown 美联赦 排名第五的华盛顿队以52比42 击败排名第24的南加州队保持不败 华盛顿的迪龙约翰逊冲刺了256码 并取得了四次触地得分 而迈克尔、佩尼克斯、朱尔回传了256码 并完成了两次传球得分 两支球队的进攻总共积攒了1087码 但华盛顿在关键时刻取得了更大的进攻成果 确保了胜利 南加州队在过去的四场比赛中输掉了三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近的新闻 首先 泰勒、斯维夫特与塞琳娜、戈麦斯和索菲 特纳在纽约市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看起来心情非常好 这个团队在离开一家日本融合餐厅后被拍到 斯维夫特和戈麦斯晚的胳膊 而特纳则与卡拉、迪瓦伊在一起 斯维夫特最近一直陪伴特纳 支持她度过离婚期 这真是一个充满友谊和支持的夜晚 接下来南加州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和圣母大学的进攻协调员都遭遇了表现不佳的打击 球迷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有些人甚至呼吁解雇他们 尤其是南加州大学的亚历克斯、格林奇 他多次让球队输球遭到了球迷们的抨击 看来这些协调员们有些需要重新检视自己的策略了 此外 一些开发商正在建造能够抵御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的住宅 这些住宅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 可以在风暴中幸存下来 保护湿地和本地植被可以减少洪水的风险 回收利用或先进的建筑材料 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制造新材料的需求 这些住宅不仅能抵御飓风 还能降低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另外 蒙大拿州米苏拉市正试图解决雄与人类之间日益严重的冲突问题 近一半的雄与人类冲突是由垃圾造成的 米苏拉市已经实施了一项规定 要求垃圾运输公司为居民提供防雄垃圾桶 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创新方法 需要能减少雄与人类之间的冲突 再来 新任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对外国援助提出了要求 要求支持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的援助 与支持乌克兰抵俄罗斯入侵的援助分开 这个要求立即引起了反对 甚至包括一些共和党议员在内的人 也表示不同意 这真是一个外交政策上的复杂问题 需要谨慎处理 此外 演员罗伯特 德尼罗和他的前助理格雷厄姆 切斯 罗宾逊之间的法律纠纷 揭示了名人助理的工作条件 这个案件凸显了高财富家庭雇员 缺乏明确工作描述的问题 以及确保非有毒工作环境需要明确的规定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名人助理行业 需要更好的管理和沟通 最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124-114战胜布鲁克林篮网队 延续了他们的不败记录 这真是一场激烈的比赛 两支球队都打得非常拼 凯尔特人队最终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 赢得了胜利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们看到了明星的友情 运动队的表现 环境保护的创新和名人助理的工作条件等等 这些新闻都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思考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收看 我是六博士 下次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大家看看 wee